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学区录制的C元视频教程 这节课是我们的第63课,讲的是C元的函数和指针 那么就是讲函数指针 那么这一课呢是相对比较难 那么我们就同样是一个案例来跟大家详细的讲解 什么是函数的指针以及如何去理解 好,那么我们首先来定一个普通的函数 那么定一个什么函数呢 就定一个将字符字符变成大写的 好,VOID我们变成大写的 那么传一个参数是一个字符型的 那么我们再实现它 我们变成大写的,这个大小写我就不怎么说了 我们小写的变成大写的,所以我们需要减去 减去我们的那个差,所以是这样 减去两个的差,就是减它加上后面那个括号去掉 它就变了,这个数学我就不说了 好,那么我们现在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这函数有没有写对 给它一个,它就变成大写了 我们给它一个小写字符,A 我们编译一下 好,它变成大写了 那么这个函数说明写的是对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嗯,其实我们这个 指正能就 我们前面说的变量名称是一个地址 那么其实函数的名称呢也是一个地址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试一下 我们可以这样 直接输出这个 直接输出这个名称 或者说用P的方式 这样输出的是一个地址 我们这样运行 可以看到这边,这个A不用看 后面其实是一个地址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它是一个地址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定一个指针来指向它呢 那么但是可以的 那么这指针是什么类型呢 那么指针类型呢要和它统一 那么如何定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类型它是一个空类型的 所以我们也是要一个空类型 那么指针肯定是要有这个 那么我们平时定一指针都有一个名称 那么我们就随便定一个PF 好,那么这是一个指针指向它 那么指向它其实它还有参数 那么我们同样给它带上 那么这个参数 那么这样 那么其实由于我们的这个括号 它的那个优先级可能比这个大 所以说我们在前面给它加个括号 这样的话它就会先和它几何 把它变成一个指针 指针之后呢 它在后面表明它是一个函数 那么就会有个括号 这样呢就定义了一个指针 指向函数的指针 那么这个指针呢就可以去接收它的一个 去把它的一个指付给它 那么我们可以试验一下 这个就不要了 我们PF等于我们的toup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这呢函数名称就是一个地址 所以这地址直接付给它就可以了 付给它之后 我们用它来 我们去调用这个PF 传一个参数给它 PF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函数了 那么它的参数就是 小写的A 我们传一个A给它 我们这样再编译 运行它同样变成大写的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我们这个是调用成功的 而且这个指针是成功的 指向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用这个来调用的这个函数 所以说我们这就是这个指针 是这样定义 那么这个定义呢 我们再讲一遍 就是首先它这样表示 它是个指针 括号让它们先结合起来 变成一个指针 后面的这个括号是表示 这个指针呢 是一个函数 用来表示它是个函数 然后中间是它的参数类型 好那么就是这样 然后在下面我们 这里面给它复值 复的是这个函数的名称 记住要同类型 参数也要相同 不然的话它是不能够 那个的 比如说我这边 我这这个类型 我变一下 我要两个 我这样再去编印 大家看着 大家看到这边有错误 to fill 就是说少了参数 就少参数比这个传的少了 那么我们这个先去掉 那么这个是说明 就是说简单的说 就是说类型不统一 那么传就是不能这样复值 所以说我们需要我们的参数也是要统一的 而且返回值也是要相同的 这个是VOID 这个也要是没有返回的 这个也要没有返回的 所以这个都是统一的 那么就是这样定义一个指针 然后这样去调用 调用的时候就相当于这个已经是代表了一个指针 其实这也是个地址 这也是个地址 所以说使用的时候 你用PF 其实就相当于你用to upper这个一样 它是个地址 看着 这是表象 就是它名称不同 实质就是它们都是地址 好 那么这个是其中一个 那么好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再加一个函数 to lower 就是变小写的 那么我们同样实现一下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呢 就是要加了 加的话呢 就是加它们的差值 那么加的话 这个就不用变号 那么这样就好了 我们可以试一下看这个对不对 把这to low 好 我们这传一个大写字幕给它 大家可以看到它变成小写的了 对吧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在这做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测试是什么测试呢 我们让用户输入一个字符串 然后我们去判断这个字符串大还是小 那么大的 我们就把这个变成小写字母的指寸的传给人 那个名称的传给它 如果是大写的 我们就就把变成大 就是小写的字母 我们就把它变成大写字母的这个函数的 传给这个指针 让它去执行 好 我们实现定一个 chall c 然后scanf 或者getchall c等于getchall 然后我们来判断 if这个c是大于 a的且 这个c是小于等于 z的 就是小写字母的话 我们就做什么呢 把这个变成小写字母我们就变成大写的 所以把大写字母这个 这个指针传给它 否则的话 else if 如果我们的c大于等于我们的a 且同时c 也要小于等于z 那么这时候它因为它是一个这个键盘有点不灵好这个pf等于因为它大写字母所以我们要把它变成小写的对吧就to lower 传给它 那么现在 现在我们不考虑说我们输入的不是字母的情况 因为这个的话大家自己去加几个判断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主要是来讲通过这个传不同的指针给它执行的结果 那么我们在这只需要调用 pf等于 pfc就可以了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 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步骤 首先我们让用户输入一个字符 输入一个字符 这个字符呢 它如果说是小写字母 我们就把这个大写变成大写字母的指针 函数指针传给这个函数名称传给这个指针 如果说它是大写字母 我们就把它变小写的 最后我们就管这个来调用 那么这个来调用哪个函数 其实我们只调用了这个函数 其实我们只调用了这一个函数 那么它会根据我们上面传的一个指针的不同来调用我们这下面两个不同的函数 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输入大写它变小写 输入小写它变大写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 好 编译 看一下它有什么问题 嗯 这边 这边 这边这个大写 名称是 这四个人是区分大小写的 我们来 再来 好 这次没有问题 运行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输入个字符 比如说我输入个C 它变成小写的了 好 我现在运行 输入个小写的C 它变成大写的C了 好 C可能还不明显 我们运行 嗯 好 一个字母 Q吧 好 小写的Q 它变成大写的运行 我输入个大写的Q 它变成小写的Q了 这个好像也不明显 我们用A吧 输入大写的A变小写的A 输入小写的A变成大写的A 那么就可以说 我们这只掉了一次 它就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 传入不同的函数的一个名称呢 用这个指针去掉用不同的函数 那么这跟我们的 嗯 C++中可能有点像了 那么 嗯 那么其实我们这儿 比如说 我们在C元的结构体中呢 是不能够放函数的 不能够生命函数 那么我们可以生命一个函数指针呢 去指向其他这些函数 那么就可以实现像C++中那种 嗯 内成员函数一样的 那么这就是一个延伸 那么这呢 函数指针呢 远非 远远远的不止无止 那么非常的深啊 那么 更多的情况 大家可以去 呃 看一些书籍上面的一些介绍 好 那么这节课 我们大概就讲这么多 那么这个例子呢 我们会放到网上 好 那么这节课 我们就说这么多吧 对函数指针 还有什么不理解呢 大家可以多翻翻书 特别是我们这本 这本书去翻一下 好 那么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